為了要慶祝中興新村 建村六十九年 出身當地導演丹土人 是特別來基盤一張生日慶祝活動 叫做憲報 由於10年前開始就向新區邊的朋友 來收集關於中興新村的各種相片和文物 今天他是特別來作用公營各種的領地 將這全文歷史的文物都拿來現場主電視 讓很多中興新村的主題都看到非常感動 這個是女生的那個糾察隊 就是過馬路的 這些東西都是中興新村的品種 為處理所找到的生活用品和商品 跟他們都已經成為可以輸人懷念的文化散步了 因為台灣省政府在六十年前來到南島建立中興新村 同時希望將它作為中央政府發展的中心 所以這個村裡面 其實仍然有一段相當香港的時代 透過這些文物和商品 是讓中興新村的主題都感到相當感動 都是以前使用的東西 以前到台中 到台中一定是從省訓團搭公車過去 這些紀錄都已經忘掉了 那現在看到的 奇怪 都還有這些東西 會把過去已經都遺忘掉的記憶都逐漸在挖掘出來 就帶孩子回來玩啊 就會覺得說 欸 其實也會很希望說 孩子可以玩到 我自己以前小時候玩過的那些東西 因為其實那些東西其實還是很不錯 那可是因為已經被換掉 也就沒玩到 不過這個村子還是就是留著很多 以前的 就是它沒有什麼大更洞啊 就是房子需要修一修這樣而已 過去省府剛來的前面的幾年 都會分配每一戶住家有一個垃圾桶 那這個呢 就是當時留下來的 可以看到它其實 它非常的厚實 那在那個年代 其實垃圾量並不多 家家戶戶都不捨得拿這個桶子來倒垃圾 都拿來裝明 雖然中興新村 有一間省政主流棺 和一間溫興棺 不過導演單獨人認為 台北所電視的 其實都是由政府的角度 所保存的東西 一般民眾的生活 所都沒有好好收到紀錄 因此從十幾年前開始 單獨人就開始鼓勵機面 將處理關於中興新村的東西 好好頂修到保留起來 擺出來讓大家知道 你家裡頭的這些東西 不要把它當廢棄物 就丟掉了 因為有很多東西是天天看 看久了就覺得不稀奇 但是沒有看過的人會覺得很稀奇 那長明文化的東西 我覺得在中興新村 需要有一個更微型的 小型的那種故事館 那這些東西其實將來都是故事館裡頭 能夠展覽的一些 基本的元素 為了擔心這段定規的歷史 主辦當地去台北來 能夠生立一個中興新村 故事館 讓中興去民的後一代 能夠體驗到 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以前生活的總統 也讓來到一個UK 了解這個村的發展過程 以及台灣新政府的歷史 記者顯示 曾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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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